此前爆料美国炸毁北溪管道的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 1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政府永远都不会承认在破坏北溪管道中所扮演的角色 他同时表示美国及北约的扩张才是俄乌冲突爆发背后的深层原因 赫什表示筹备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工作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开展的 白宫方面只知道可以做这件事情 但并不知道参与筹划的人是谁要做什么以及具体事情的展开 赫什还表示可能会在后续报道中披露更多关于美国政府筹备破坏活动机制方面的细节 不过他认为不管自己披露什么具体细节 美国政府永远不会承认其在破坏北溪管道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谈到俄乌冲突时赫什指出 北约的进一步东扩是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因 他表示目前的美国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咄咄逼人的国家 美国政府不仅试图将乌克兰纳入北约 还在俄罗斯周边部署了能够在七八分钟内摧毁莫斯科的所谓防御性导弹系统 这足以让俄罗斯对此感到担忧并因此展开特别军事行动 此外赫什还强调 在俄乌冲突升级后 美国本应致力于推动冲突各方达成和平解决冲突的协议 但美国政府却坚持拱火以延长冲突 这事实上是很愚蠢的